这时候找一次bounce 看着我 看他走路 走路 bou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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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一下 试一下 每走一步找一次bounce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easy 就简单吧 就不难吧 再试一次 每一步 bou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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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bun bun ok吧 好 然后呢 还有第二个点 就是当你bounce起来的时候呢 转一次胯 就是bounce 转一次胯 bounce 转 bounce 转 转完了以后 另外一只脚出来的时候伸直哦 看到 蹲 转的时候 伸直 伸直 然后不要路 不要路 不要路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延伸一点点 转 延伸一点点 路 转延伸路 转延伸路 这个没有问题了吧 你看多简单 先是走路 走完了以后加上弯息格的bounce 然后加上转胯 脚延伸 大家注意看啊 弯 转 延伸 转延伸 延伸 延伸 你想把他跳漂亮 那就有点难了 ok 你想把这个步伐跳得比较有技术 哇哦 那真的很难 这个步伐里面有桑巴很多的元素在中间 这Cosido里面有几个桑巴最难的点 一个是ankle 怀关节 怀关节推动的力量 一个是身体推进滚动带起来的room 这个胯骨带动领转的力量 认真跳 你的身体力量必须要room带出去 要有一个很强烈的反身的rotate的力量 所以你要是做选手的话 他的要求可能就难很多 难很多 但如果说想学会这个步伐不难 刚才我们做的这三个要求 就是把这个步伐做完了 大家唯一要注意的 脚尖先落地 千万不要脚跟 脚尖 转换出去是脚尖先落地控制住 脚尖先落地控制住